的确最近不管换到什么台都能看到虎哥的身影 但作为粉丝来说的话 不仅希望看到他的好作品 更希望虎哥早日迎娶他们心目中的那位虎太太 那其实说到虎哥呢 一张娃娃脸的他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三十有三了 那终生大事也是是时候被提上日生了 别以为我们这是多管闲事 人家虎哥自己也是非常的吵极 那真希望2016年放假的时候 能找个人陪你种种花做做饭 过了儿的一支年 眼见着身边的好兄弟与恩宏 也有了固定的女友 说虎哥不着急显然是不可能的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 为了早日解决儿子的终身大事 但是胡妈妈还甚至替他去相过亲呢 他去过一次 后来就再也没去 他替我去的 第一反应是不是骗子 他现在的理解就是挑不过来 我也是这么安慰他的 要说这个话有没有错啊 出道十年的虎哥交往过的女友也不少 2006年虎哥和薛佳宁相恋 低调的两人将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要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这段恋情可能压根没机会曝光 在虎哥养伤的那一年当中 薛佳宁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可惜2008年 这对小情侣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如今回忆起那段人生最低谷的刻骨铭心 虎哥依旧感慨万千 我最大的遗憾可能没有办法弥补 但是我始终其实没有在媒体面前 没有在大庭广众下去感谢过他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 那个时候其实他一直在照顾我 他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他也为了照顾我牺牲了很多 随后也有媒体爆料 在排仙剑三的时候 虎哥和杨幂结缘 只是两人对于这段恋情非常低调 从相恋到分手几乎都没有什么人知道 2014年底 虎哥和女演员江舒应在街场意外被拍 这段原本悄然声息的感情 也因此溅入了大众的视线 随后虎哥一反常态的 在微博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算是正面回应了恋情 我要承认一点 我和小江是在一起了 可是暴露在美光灯下的爱情 要承受的关注和压力实在是太大 结局也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 但我们也希望 事业蒸蒸日上的李逍遥 能够早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赵灵儿